欢迎收看凤凰财经日报 美国债务上线的问题有望达成协议 激励卓业的标普白指数和纳大哥指数 同步创出了9个月的新高 美会指数也崇上103水平 这也令到人民币对美元的中间价 今天跟随离岸还有在岸价跌破了期算 由于有多位美联储的官员都发表了鹰派言论 支持6月份继续加息 那么这是不是预示美元利率还没有见到顶部 而人民币恐怕还要持续承压 相关的话题我们稍后都有请 我们今天晚上邀请到了嘉宾 复旦大学金融研究中心的主任孙立坚教授 来做进一步的解读还有分析 至于今天市场焦点的持续关注 是日本股市连升第七天刷新了1990年 泡沫经济时代的最高点 指数今年以来累计已经上涨18% 跑赢全球主要市场 而内地A股跟港股今天持续缩量调整 来看报道 内地股市今天走势分化 互指全天震荡走低 中场小跌作收 深圳市场表现较好 深圳志与创业板指数一同守住红盘 从盘面上看半导体板块涨幅居前 教育与传媒类股表现较弱 互指收报3283点 跌幅0.42% 累计全周上升0.34% 深圳志收报110091点 升幅0.12% 创业板指数站在平盘上方 科创50指数升0.52% 两市成交维持在8000亿元人民币水平 北向资金净卖出22亿元 香港股市今天再度下跌 阿里巴巴业绩不及预期 股价下挫 并拖累其他科网股下滑 影响恒生指数开低191点后 最多大跌374点 中场前跌幅虽然略有收窄 但仍然创出3月21号以来的新低 横指收盘报19450点 下跌276点 跌幅1.4% 主板成交952亿港元 总结全周横指下跌176点 跌幅0.9% 科技和内房等板块领跌大盘 阿里巴巴重挫6% 快手大跌近半成 美团和哔哩哔哩也下挫近4% 其他板块也普遍下跌 但中国移动 饮料和部分公用股逆势上升 亚太区其他股市普遍跟随美股走高 日本股市延续强势 日经指数连升7个交易日 累计上升超过1600点 今天再涨0.77% 更进一步站上33年的高位 重返1990年代泡沫时代的巅峰 韩国股市则收涨0.89% 台湾股市上升0.45%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NNB的会价资本周三 失守期水平后 进一步承压 对美元的中间价 今天也跌破了七算 总结全周 资产价累计下跌1.04% 创三个月的新低 美国提高债务上限的磋商 取得进展 加上美国经济数据强劲 降低了联邦储备局 今年降息的需要 刺激美元会价 周五进一步走高 美会指数刷新两个月的新高 其中对日元触及半年新高 对英镑触及7周来的新高 但到欧洲交易时段 回吐涨幅而转跌 亚洲货币走势分化 其中人民币中间价 失守7对1美元大关 下错389个基点到7.0356 刷新去年12月5号以来的新低 但高于市场预测的7.0392 据路透社测算 CFETS人民币汇率指数 较周四下跌0.21%到98.82 创出今年1月3号以来的新低 极其汇价跳空低开 早盘曾失守7.06水平 刷新5个半月的新低 但中午前开始收窄跌幅 午后回到平盘附近 中场小幅收高59个基点 到7.0235 进入夜市阶段 极其汇价趁美元回调 进一步反弹 并上市7元大关 不过整个星期计算 极其汇价累计下挫1.04% 是三个月以来的最高 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表示 主要国有银行从周四开始 在吊漆市场忙于将人民币换成美元 相信是要筹集美元 以在极其市场进行抛售 从而缓和人民币的跌势 加上离岸汇价跌势传定 带动在岸价微型反弹 离岸汇价在亚洲时段早盘 曾跌破7.07水平 创出超过5个半月的新低 但之后倒升 与在岸价的价差 维持在100个基点左右 港元方面 港元拆息周五连续第四天 全线走高 隔夜拆息逼近五厘大关 创出2007年10月以来的新高 一周和两周拆息 再创2008年9月以来的新高 一个月拆息也刷新5个月新高 两个月以上期限拆息 也刷新今年1月以来的新高 刺激港元汇价进一步上升 相继涨破7.82和7.81水平 创出今年1月中旬以来的新高 凤红卫视综合报道 好 有多位美联储的官员 发表鹰派言论 认为6月份应该要继续加息 那么利率期货显示 市场预计下个月加息的机会 由之前的一个星期不足一成 已经提升到接近四成 在今年美联储货币政策会议上 有表决权的达拉斯联储银行行长 洛根表示 虽然通胀回落和劳动力市场 出现轻微降温 但距离美联储2%的通胀目标 仍然很远 认为当局在实现物价稳定目标 仍有工作要做 目前仍然要观望 未来几个星期的数据 才能决定6月份能否暂停加息 在过去一年都提出 要积极加息的 圣路一司联储银行行长布拉德 也倾向再加息多一次 以确保通胀持续受控 他重申 不应该忘记 1970年代石油危机时 过早停止紧缩货币政策 导致通胀再次飙升的教训 而后提名兼任美联储副主席的 现任理事杰斐逊 也认为 多次加息影响 可能未完全浮现 又指通胀回落速度放缓 同时不确定 银行业危机对经济的影响 英国《金融时报》 也引述现任美联储副主席 布雷纳德指 应该要进一步加息 作为遏制通胀的保险政策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美国在务上线的问题 有望在5月底之前 可以达成协议 加上昨年出炉的申领事业救济心的人数 低过市场预期 所以令到市场 对于美国经济放缓的担忧 大回舒缓 同时也重新评估了美联储 6月份暂停加息的可能性 那么最新的利率监测工具 显示6月份 一起会议在加息25个基点的几率 已经由上周的不及两成 已经大幅上升到4成左右 相关的话题我们立刻请教 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嘉宾 孙立坚教授 孙教授你好 你好 虽然我们刚刚已经从新闻片段上看到 有多位美联储的官员 他们都发表了鹰派的言论 认为美国现在通胀降温的速度 还不够快 不足以让美联储按下暂停键 所以他们预示说 6月份其实应该要继续加息的 那么以目前形势来看的话 您认为美元跟利率是否 现在讲这个见顶还未一直上涨 是这样 确实从美国一系列的 这个就业市场的数据也好 它的一些CPI的 尤其是核心CPI的指标来看的话 确实今天美国经济的 这样一个强劲的表现 和现在通货膨胀里 自己设定的一个良好的目标 还有相当大的距离 而现在已经是在这样一个加息 最后形成一个达成目标的 这样一个阶段 如果放弃加息的话 那美联储还是担心 膨胀的这种之后的表现 会再次形成 造成美国购买力的下降 这个服务业 尤其是消费拉动的 这样一个经济的回升的活力 就会受到高通胀的影响降低 所以美联储继续会保持 一个温和加息的状态 至于加息带来的 银行的动荡 银行的危机的问题 那么美国也是通过 这样一个资产重新收购的问题 来解决今天这样一个 社区银行地区银行的 面临的挑战 它并不构成美国金融体系的 稳定的这样一个压力 所以从综合来讲的话 加息还将会继续 那么我们看到最近受到 这个美元再度转强的影响 亚太区的货币普遍承压 其实我们看到人民币 还有日元 它的跌势是较为明显的 那么人民币对美元的离岸价 今年一度跌到了7.07的水平 创五个半月来的低位 但是午后明显拉升到7.03 那么我们总结一下 这次人民币的这波跌势 当然主要受到中美利差的扩大 还有四月份的经济数据 不如预期的这种影响 那么未来人民币的走势 你怎么判断 确实是这样 现在看了 这个中美现在这个经济的 一个回復的速度的状况 可能由于两个国家的成绩之后 和经济基本面的 有一个特别的不同 再加上严重的这个不确定性 所以造成了这个美国加息 中国导致较一个利益的这个结构 不会改变 可以从这样的一个利益的 变成 那么美人的几十 和人民币相对美人的 这样一个教育落实的结构 不会改变 但是至于这样一个落实的结构 会不会形成市场 对人民币贬值的预期的强化 造成更多的资金 去调整资产配置 那么我想中国有更多的 这个市场干预的能力 包括我们外卫 包括资本管理的一些工具的使用 能够确保人民币的双向波动 是符合中国经济基本面 这样的造成的 也就是说 较为弱势的人民币 今天是有利于中国出口的提升 和我们国内投资的 这样一个国民的盘国 有利于增强我们国民的收入 带来我们内需的这样的良品 就从这一点方法 就是说今天教委提供的人民币 运不够成人民币贬值的 这样的武器 反而是对中国经济基本面 的改善是有利的 另外市场正硬把焦点 都放在日本股市屡创新高 那么特别是今天更突破了 这个1990年泡沫经营时代 以来的最高点 那么我们看到现在市场上 都在问的就是说 为什么今年以来 日本股市的指数 可以累积上涨18% 跑赢全球主要的市场 那么原因到底是什么 为什么可以吸引 包括像股神巴菲特 在内的一些大型机构 都冲进去买日股 那么你觉得除了 这个日元贬值的因素之外 究竟还有哪些因素 可以带动日本股市 创下近33年的高位 实际上今天股神巴菲特 实际上今天股神巴菲特 这两个强劲的股神巴菲特 确实有点准备了 包括日本股市家和经济股市家的股票 但是各种一个利好的因素 结加在一起 比如说股神巴菲特 对于日本今天 长期经济的经济 通过这期 各种再生的 国家的政策的改变 能够找到今天这样一个经济 开始走向一个反强的格局 那么股神的这个意见 确实引领了全城市的 语乡的变动 这也带来了大量的时机 开始进入市 而过去长期在再世的资金 也进行了这样一个资产 但是我们看到另一方面 惠率就表示了交易低迷的东西 这也是今天我们看到 投资的动力不在进行通话 一部分的人还是运用了 今天日本央传坚持一些的维持 进行较低利率的动态 来确保日本经济真正走出 空缩的格局 所以较低的利率和美国较强的利率的立场 也引来了全球抗袭交易的 这样一个在国民市场进行 找到机会的这样一个执行的运动 这样就造成了外费市场 货币市场日元低迷 而在今天的股票市场 却出现了日本市场 这次的这样一个强劲的 这个时长量的增加 造成了股票的变低时 反过今天这个日股的掌势 这样一个重新的东方的更新 OK 那么现在现在也在关注的 就是日本股市究竟还没有动能 可以持续创新高 非常谢谢孙教授 就是我们今天参与领话题做的分析 非常谢谢你 再来关注其他消息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今天主持中国中亚峰会 并且发表主旨讲话 他表示事件需要一个 稳定繁荣和谐和联通的中亚 他还说中国同中亚国家合作 他也特别提出了八点建议 习近平指出 这次峰会为中国同中亚合作 搭建了新平台 开辟了新前景 中方愿意举办这次峰会为契机 同各方密切配合 将中国中亚合作规划好 建设好 发展好 并就中国同中亚国家合作 提出八点建议 一是加强机制建设 中国与中亚五国已经成立外交 经贸 海关等会晤机制 和实业家委员会 中方还倡议成立产业与投资 农业 交通 应急管理 教育 政党 等领域会晤和对话机制 二是拓展经贸关系 中方将出台更多贸易便利化举措 升级双边投资协定 三是深化不联互通 四是扩大能源合作 中方倡议建立 中国中亚能源发展伙伴关系 加快推进中国中亚天然气管道 地线建设 扩大双方油气贸易规模 发展能源全产业链合作 加强新能源与和平利用 核能合作 五是推进绿色创新 六是提升发展能力 中方将在中亚国家设立更多鲁班工坊 并向中亚国家提供总额 260亿元人民币的融资支持和无偿援助 七是加强文明对话 八是维护地区和平 中方愿帮助中亚国家 加强执法安全和防务能力建设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下一节带您关注的是 中国中亚实业家委员会 在今天正式成立 将会成为中国中亚工商界对话的专门平台 我们待会见 美赛上行的问题露出了曙光 带动欧洲股市普遍上升 其中斯托克留白指数 已经逼近15个月的新高 德国的股市也逼近2021年11月 所创下的历史新高 在那里回顾 昨夜美股收盘数据 昨夜三大指数连升第二天 道琼斯科医指数升0.34% 标普白指数升超过0.9% 纳达克指数得大涨1.5% 其中标普白跟纳达克指数 同步创下约9个月的高位 中国驻美国大使馆发言人 刘鹏宇表示 中美两国的商务部长和贸易代表 将会在下周与美国举行会议 刘鹏宇指中国对与美国 在各个层面的沟通 持开放的态度 但是必须要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 路透社表示 中国商务部长王文涛 会在下周与华盛顿和美国 商务部长雷蒙多会面 然后会前往底特律 参加定于5月25号到26号 要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 贸易部长会议 会议期间 他会跟美国的贸易代表 带齐会面 居于美国商务部和贸易代表 办公室 尚未对会面计划的查询 做出回应 中国中亚实业家委员会 在今天正式成立 作为工商界对话的专门平台 委员会有望为各国合作 提供机制化的保障 以推动加强各方的对接交流 由各国贸易机构发起的中国中亚实业家委员会 在峰会期间正式成立 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 同委员会其他创始成员单位代表 在话卷上共同加盖实业家委员会印章 标志中国中亚工商合作开启新篇章 何立峰还在发言中表示 希望实业家委员会充分发挥自身优势 促进区域深化合作 当前中国中亚经贸合作潜力巨大 但是平静优纯 特别是中亚特色优势产品 在收购 储运等各个环节 还面临着不少的制约 希望大家弘扬优秀企业家的精神 大胆探索 不断创新 破解平静制约 拓展合作领域 推动中国中亚合作进一步走深走实 中国贸送会会长任宏斌也在会上表示 期待各方把握中国和中亚国家 在农产品贸易 产能合作 绿色能源 数字经济等领域的发展机遇 推动各方对建交流 扩大互利合作 凤红卫视小文中明亮 徐一轩 西安报道 中国人民银行跟国家外汇管理局 今天出台政策优化跨国公司的本外币 跨境资金集中运营管理 人行跟外管局决定在北京 广东 还有深圳开展试点优化升级 跨国公司本外币跨境资金 集中运营政策管理优化 那么政策优化整合现有的相关政策要求 会汇集更多的企业 并增大企业跨境资金运营自由度 允许跨国公司根据宏观审慎原则 自行决定外在跟境外放款的规级比例 另外也支持跨国公司以人民币开展 跨境资金的集中运营业务 以及简化备案流程和资金使用相关材料的审核 下一步人行和外管局会继续深化 外汇领域的改革开放 进一步的提升跨境贸易和投融资便利化水平 不断的深化相关的政策 更好的服务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上交所最近举行了 互视金融业专题座谈会 探讨如何促进金融业的估值提升 市场认为这次的会议 或许会让金融股迎来利好 同时也会带动央企题材上涨 本次互视金融业专题会议的主要内容为 在服务中国式现代化中 促进金融业估值提升和高质量发展 这位市场市委建立中国特色固执体系的延续 旨在充分挖掘金融板块的潜在价值 进一步提升金融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和地位 就是要改变唯一的以净利润 作为唯一指标来判断企业的固执的 这样的单一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要加入比方说绿色 然后加入法人治理结构 要加入社会责任等等 多因素来综合评价 那么这次这个会主要是在金融领域 才是强调 因为比方说目前银行类的上市公司 它整体的市盈率都在个位数 而且市盈率都在一倍以下 换而言之 它的价值低估是比较明显的 业者分析 这次中退估主题行情升温 将会带动央企主题受到市场关注 所以就是目前能够看得到的 主要还是一些大型的国企 央企 行业龙头 不管是钢铁 煤炭 水泥 化工 有色 工程基建 当中都有一批 这种公司 目前估值是长期在底部的 那么也是希望能够发挥主渠道的作用 对经济的引领作用 那所以希望能够在这个政策的这种 一条微条也好 政策引导方面 能够使市场对相关的这些企业的价值 能够有一个再发现的过程 凤凰卫视黄达亮 长张银河超 上海报道 由香港财因事务及库务局 和深圳市前海管理局 共同主办的金融支持前海 30条深港推介对接活动 18号在深圳前海举办 那么这是两地首次 以联合推介的方式 来开展政策的对接 在发布会上 深港金融监管部门 以及两地100多家金融机构 实际企业齐聚前海 香港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 许仲宇称 两地联合推介会进行政策对接 以深化前海改革开放为契机 支持香港融入国家金融改革开放的新格局 香港是全球最具竞争力的 还有最开放的金融市场之一 也是连接内地还有世界的重要桥梁 我非常希望也期待通过这次活动 我们能够更加深入的了解 前海的发展规划 还有政策优势 更广泛的与深任的政府部门 监管机构还有金融同业 建立联系还有合作 前海管理局局长曾派指出 金融支持前海30条政策 今年2月份实施以来 深港两地业界深入交流紧密合作 共同推出了多项政策 前海会继续为香港的金融机构 拓展市场提供广阔的空间 深化两地市场一体化水平 一是推进金融规则衔接机制对接 二是建立香港金融机构准入的门槛 三是支持特色金融产业发展 落实好深港风投串投18条措施 丰浩卫视张萧武之城深圳报道 另外港交所今天宣布 计划在下个月19号 推出港币人民币双柜台模式 港交所表示计划在下个月19号 市场准备就绪的时候 在香港证券市场推出 港元人民币双柜台模式 还有双柜台庄家机制 港交所表示 双柜台模式和庄家机制 将有助于人民币计价的证券 在香港的交易和结算 新任总裁欧冠生形容 双柜台模式的推出 是香港资本市场发展的 又一重要里程碑 不仅将为发行人和投资者 提供更多的交易选择 也将会丰富人民币产品生态圈 巩固香港作为全球最大 离安中心的地位 也进一步的推动人民币的国际化 在本月和下个月期间 港交所将会进行 一系列的测试还有演习 以协助市场的参与者 熟悉双柜台模式下的 证券的交易和结算 谢谢收看今天节目 晚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